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新闻 我是任任 凤凰卫视新的正点新闻主播台从今天开始启用 这也是凤凰新演播大厅里唯一全开放式的高质素的正点新闻 依旧和您没有距离 大家好 我是杨树 我是杨娟 工号早班车要全新改版了 是的 我今年才刚刚加入早班车家族 没想到就可以很快地想要到大铺全新的顺口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有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里为您送上早安祝福播报资讯 让您在出家门之前就可以掌握到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我们的技术也经过全新的改造 所有的报纸网络我们都提前帮您搜罗金球夜晚打进 那么在今年早班车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 那就是我们将加重国内新闻的分量 网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总而言之 凤凰早班车呼吟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 华人情 华人市 这里是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亚邦 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位于凤凰环球新闻中心 全新的华文大直播节目演播室现场 您不只可以透过华文大直播节目来讲 我们的目标始终因您而定 凤凰卫视环球新闻中心的启用 更会让我们付出百倍的努力 为您献上您所需要的新闻期许 好 刚才看过了由我们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 凤凰卫视环球新闻中心的全新面貌 那现在我们立刻和我们今天晚上启动仪式的大会司仪 启虎审讯 启动仪式的现场在五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举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凤凰卫视新总部的高层主播台 之所以叫它高层主播台 不是因为要在高个子才可以过来 高层主播台是它的角度是高层的 我相信透过镜头可以发现 从这个高层主播台当中 它可以从高高在上的角度 俯瞰我们整个的新闻摄影棚的角度 我觉得你已经非常激动了 我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期待 那待会儿呢 我们所有的主理嘉宾会在两名风敌手的指引下 缓缓地参观我们整个环球新闻中心之后 通过一条玻璃的走廊 然后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高层 祝嘉宁的视觉感 智能主播团兼具专业实用于视觉效果 全数位化摄影 全电脑化编程 无遗漏消息接收系统 全方位无死角摄像系统 舞台序演播效果 这一切独特的设计 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